德国大臣法兰克福在当地时间21号 举行一年一度的统治大游行 为提倡多元和包容的价值 是否将闹区一处红绿灯改为同性伴侣的标志 统治版的红绿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 当时主办欧洲歌唱大赛的维也纳 为了展现对同志的包容 在全城各地设置同性伴侣红灯肩并肩 绿灯时可以手牵手过马路的红绿灯轰动国际 之后汉堡慕尼黑等欧洲城市也纷纷跟进 法兰克福的同性伴侣红绿灯 设在全城最热闹的商圈 采尔大道上的康斯坦伯勒刚少 在市府负责多元族群政策的官员韦伯表示 这些红绿灯伴侣象征的是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族群在法兰克福的地位 以及他们带给这个城市正面的贡献 微博表示 法兰克福市府透过赞助办活动等方式 实践性别平等的政策 法兰克福的人口约有70万人 主办单位日估21号的同志大游行 有20万人参加 其实德国早在2001年就通过了专法伴侣法 让同性伴侣可以去护证单位做登记 贯同性并有互相抚养的义务 欧洲各国在近年来纷纷通过同婚合法化的法案 德国在如此风潮的鼓舞下 不但在去年6月修改民法开放同性婚姻 现在更将同绿灯改头换面 以趣味的方式来表明支持同志权益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段友如整理报道